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簡直是人籃人科 簡直是不得了的嘛 是 是 所有在北京的 在外面的朋友 差不多都有文靠文靠 我問出來 我簡直受不了 對美國之音提一個希望 美國之音 包括我一些 隨便講話的厲害文字 有一次啊 知道可是心上台不久 這個我一會兒老朋友的女孩 在一起閒聊 他就講了一句什麼話咧 他就現在網上就有這樣的話 毛病不愛 極惡存息 聽說全都 美國知道 美國把它弓 搞得我很麻煩 你知道 知道吧 知道 知道 我有一本書啊 叫做《理約口實網書》 最後一章呢 就是學我接受過的高層任務 我怎麼學的 學的 學的 從毛澤東開始 最後一直到習近平 不是 到習近平 習近平 習近平最後一章 接受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呢 他當再講的示威的時候 過去我也不知道 他的文化成都那麼低 他在折響上地位書記的時候啊 他請我吃飯 我去了 他去了 我老伴去了 四個人 他這個 就差一個人啊 一做好飯 好得很 就四個人 就四個人 因為他是習近平的兒子嘛 所以我就 講話就隨便一點了 因為他在鎮定 到宣委書記的時候 我這個 要負責任嘛 要朝韓地 三題的 我就見過他 我到他那個鎮定縣來 見過他 他請我吃飯的時候呢 我就講了這樣的話 在書上就等出來了 不是 你現在我地位不同啊 地位不同啊 地位不同啊 可以 講一點 有意義的話啦 應該講點意見啦 你現在地位不同啊 我那個時候不曉得 有時候的文化程度那麽低 你們知道吧 他小學生 撒基又講 你可以到插邊球啊 我咋來幹呢 但那個時候我也沒有什麽看不起他了 因為他是忠勳的兒子 忠勳你們知道了 那是了不起的啊 我忠勳又是好朋友 忠勳是 把他這個這個 錢花到 廣東的 不讓他被背景 十多年 我是沒口文啊 我就到南方去看的 那我就完全回到 現在 你到這個地方嗎 很難講 現在到底會怎麽樣 你對他有沒有什麽忠告 你對他有沒有什麽忠告 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咧 這個人現在他能接受 不可能 那是 我不是這幾位嗎 我沒有人家 我很想知道 我沒有人家